如果说要把它改成只能拆三次的话 那第一个当然我们可以怎么改 这个地方有没有,可以把它改成有没有,把换回圈改成什么 改成for回圈 所以你可以,当然你可以把它删掉啦,不过习惯会用注解 就是Ctrl加1 把它先留一下,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跟他讲说for i in range 刮弧,OK 那当然你可以是1.1,如果3次的话1.4 或者是我原来算是写0.3也可以啦 因为0.1.2嘛,也是3次 然后1.2.3也是3次 只是说看你的习惯啦,OK 不过其实啦,它其实放回圈,它是希望你从0开始啦 可是我们的习惯当然从1开始 OK,如果你假设你是写那个0.3的话 0.3,0.1.2.3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瓜符3就可以,0可以省略 因为如果你是0,那可以不用写 OK 如果我是怕,我像写啦 很多同学都看不懂啦 我说你怎么只有一个数字,突然就不知道 所以没关系,你就是习惯 我看看这1.1.4好了,这样应该比较好理解 OK哦,好,那冒号 再来的话呢,我们就1.2.3,3次 那接下来的话就多一个地方,什么呢?逻辑判断 所以呢,原来的if前面加一个el 好,el之后的话呢,那再来上面加一个if 一符什么呢?如果什么呢?如果什么呢?如果什么条件要让它跳?如果这个i等于3 而且,等于记得哦,如果两边比较的话,记得是两个等号 好,那VBA是一个等号就好了 所以其实,这有时候常常如果写VBA写这样,搬到这边来,常常都忘记 找,不过还好是慢慢会知道说,常出错 而且怎么样,没有相等 什么没有相等?你输入的是m,有没有?这个是输入的m的变数 那它的产生的乱数的话呢,是什么呢?产生乱数不等于 不等于是惊叹号等于 不等于什么呢?m的话 写的话,写号 Enter OK,做什么呢?一样嘛,就是跟它讲说,啊你print了,你答错了 然后最后跟你讲答案好了 那些好像蛮长的,我直接拿这个来参考 预关上其实也有,我偷懒一下 print了,答错了 只能拆三次 那最后我把答案告诉你好了,答案的话 dol.m,就把这个加在这个后面,他就说,哦,把那个 月份的那个数字告他,然后底下应该 不,还有一个地方,最后的话,哦,负回圈不需要加一个break OK,这样就写完了,所以理论上哦,我们大概主要是改,把换回圈 改成4回圈 第二个的话呢,加一个逻辑判断 OK,就大功告 然后我们来指引给各位看一下,这我再执行 这几月呢?我先答 答错误 一次,两次,三次了 那第三次Enter 答错了,只能拆三次 答案为12,12也顺便帮他输出 OK,那你会发现哦,这个不需要转型哦,本来是一个数字嘛,如果你用逗点,但是差别是说,他这个中间会多一个空白 OK,输出的话,这边是前面这一串,逗点他这边就是多一个空白,然后再把MR的结果放在他后面,OK 好,那这个方法一啦,但如果你想说老师,那可是我如果不希望用那个4回圈的话,那我可不可以用画回圈?当然可以啦,如果你执意一定要用什么?用那个这个这个画回圈的话,那当然这个地方我先把这个注解掉,OK 底下这些,这两行我会把它注解,因为等一下,其实可以拿这一行来用,那底下这个地方就不要,就不能改页了 那差别在哪里?刚刚有讲过啦,其实如果说你不用4回圈的话,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C等于0 然后呢,在最后一行,当它全部打完之后的话,你再把这个C等于C加1 把它加了1之后,加1之后的话呢,让它再回去跑,加1加1,然后最后的话,因为只能三次,所以一辅 做一个逻辑,做一个逻辑判断,加1之后呢,判断,判断如果C这个里面的值哦,假如是大于等于3的话,也就是说超过三次了 那冒号,我要做什么?其实呢,你底下一样哦,print只能拆三次 OK,然后并且把答案告诉他,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所以,叙述有没有,跟底下这边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哦,特别注意哦 请记得哦,最后还有一个叙述一定要加 如果你没有加的话,它又继续再回到回圈里面了,哪一个呢? break OK,所以特别注意哦,如果你没有加break的话,它等于是又回到 程式里面的,OK,记得哦,这个画回圈,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它是等于是 会不断的去执行,因为我这边是画我姨帽,一直跑一直跑 所以呢,如果他三次答错了不行的话,那就break OK,那一样哦,执行完的结果一样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那又答错的话,那就会输出跟这边一样的结果,OK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哦 好 对 棒 谁 感谢观看